大家好 最新民调啊 拜登的支持率降至 百分之三十七点八啊 有的媒体说三十八 实际上是四舍五入了啊 确切的说是三十七点八啊 他的那个副手吧 中文名字叫贺锦丽啊 就那个 说的不客气 就那疯娘们疯疯癫癫啊 又跟那疯臣女子似的 老是没事就傻乐 咧着大嘴跟那嘎嘎乐 不知道乐什么的啊 那个哈里斯啊 贺锦丽只有二十七点八啊 这绝对少数的 拜登的支持率都跌破四成了 他的副手都跌破三成了 三十七点八和二十七点八 这么两个笨蛋加坏蛋 还有哪些人在盲目支持呢 调查的细目啊 这个显示 拜登的票源主要来自四大群体 首先是无产者 说白了就是穷人领福利的啊 要北京话就吃低饱的是吧 这个没工作失业的这一类无产者 第二知识分子是吧 北京不是北京 美国的这个大学里学术界啊 包括一些研究所研究机构 这个被左派啊 被这个拜登 他们民主党这种价值观 渗透的相当厉害啊 在学校里边 有些孩子或者老师啊 支持川普 支持共和党的 支持保守主义的 都受到围攻了啊 这很可怕啊 首先是无产者领福利的 第二知识分子 第三少不更事的年轻人 第四女性啊 简称无知少女啊 少不更事的年轻人 那个二十来岁啊 上大学的大学生啊 半大小子们啊 这些人呢 怎么说呢 他花钱的时候 反正爹妈给呗 很多不是自己挣来的啊 爹妈给 还有一些女的啊 女性 女性总觉得民主党那些主张 更人性化 关怀弱势 实际上是 他把你就永远 圈养啊 饲养 换养 成为弱势 他永远不让你有独立的能力 是吧 这个就是本质的区别 反正从政策上 我觉得川普 哎 我们还是更喜欢川普 那么无知少女 这一类啊 这四类人容易情绪用事 情绪感情用事 就是接受心理暗示 说白了吧 容易被别人洗脑 蛊惑啊 缺乏理性和常识 中年以上 如果你还是左派的 啊 你还是白左 黄左 黑左 中年以上的 不是傻瓜 不是傻 就是功利或作秀分子 是吧 用中国的话说 啊 非蠢 即坏 啊 岁数大了以后啊 如果中年以上还这么干的 不是傻瓜 就是功利或作秀分子 哎 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 不过 现在全世界 包括欧洲 也是白左 居多啊 我儿子的高中和大学同学 这个 还是白左 多啊 我儿子跟我聊过这事 哈哈 哈哈